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不能不要再被别人利用了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正经的商业合作 按我说的做 我们活着是要追逐光亮的 如果你一直在别人的身后 这意味着你永远踩着别人的影子 永远超越不了它 按我说的做 不能就滚 好 那缘分只能到这儿了 十月十一日 十四点二十七分 我 纪瑶青 卸任元贞CEO已职 是 怎么了 绵绵 我一寄到你的消息 就立马赶过来了 之前我找的绣工师傅 因为流行感冒 全部都病倒了 我没有让他们继续赶工 理应让他们先治疗的 后来 我找到一家机械臂制造的厂家 他们可以实现纵穿 甚至是绕线针法 他们机械臂的灵敏度 可以轻松地帮我们完成任务 可是没想到 那个业务总监王刚 既然师子大开考 要了一个非常高的抽成 后来再一听我们是零散的活儿 连接都不想接了 后来 我试图联系他们的老板 可是他们的老板 沉迷于研发技术 根本就找不到人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这家技术过硬 却一直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了 没关系的 妹妹 我会帮你给她送一点礼 没用吧 我之前都跟他们说了 可以帮他们介绍一线的品牌 可是人家无动于衷 没有谈不拢的生意 只有没马到位的筹码 我会给她一个 她没有办法拒绝的条件 我送你过去 你自己负责 我就不去看了 去嘛 工作啊 不要把难得搞得这么绝 怎么了 刚才看你在复合摩卡的时候 似乎在想些什么 我在想 这次选的模特 虽然都是最优选 可是 总是感觉差点意思 就目前来说的话 已经不可能有更优的模特选择了 就像你说的 这已经是行业内的最优选择了 老板 老板 约定的几家 之前说好的模特 忽然之间都说来不了了 不是借过爽约 就是找了一些综合实力 差一大截的模特过来面试 有一家 委婉地表示了左右为难 但实在博不了宋师的面子 这一看就知道是谁的手臂 为了发难我们还真是下了血本了 能用的还有多少 你好 开业大厨 您看一下吧 美女 好好好 行行行 行 我马上看 先生 全场八折 您看一下 您看一下 这里面卖什么的都有 好 我再看一下 先生 先生 您看一下 开业大厨 好 好 我记得在戏曲 他有个走错来的 我看地图 人家是哪去走错 其实成熟的模特还是有的 我已经安排重新在小模特中 筛选合适的风格和条件了 已在联系海外的大漠 虽然说时间有点赶 但是总会有办法的 我会尽全力 我们做事 向来都是寒坦荡荡 光明磊落 希望宋师 不要再搞什么药蛾子了 放心吧 已不变应万变 美女 美女看一下 全场八折 我看一下 那我们店就在前面左边 怎么了 现在又不担心模特的事了 担心 担心从来不是我该干的事情 模特我已经找好了 结束了吧 休息得差不多了吧 休息得差不多 就进行下一个环节吧 下一个环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下一个环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五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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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一 年轻人 二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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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是 五 二 我是一 五 五 六 明天见 阿姨 明天见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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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我听云开说 江斐好像对你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哎呀 没谱没谱的事 真没谱假没谱啊 谢天谢地啊 咱们铁术终于开花了 虽然我一点 不太习惯你这样 不过呢 我听说 江斐好像也是那种 挺别扭的人 也不怎么进女色 你们两个算是 铁术CP了 还挺合的 真的假的 我以为你不太喜欢她 我不喜欢她又能怎么样 我不喜欢她 你也可以按照你的心意来啊 反正不影响我们的感情就行了 以我们童婉姐的性格来看 决定好的事 是不是就会马上执行了 好像 她马上就过生日了 童婉姐的爱情 不同于我和陆云开之间的就格反复 相伴的时光 是他们心意最好的见证 在日复一日中 从身边找到一个人心心相惜 这两天热搜话题一直被断 不仅是受身材焦虑所苦的女性公民 许多自信 独立的年轻女孩也很支持 白肥很奇怪 专业评审和网络投票都毫无悬念 可是却一直迟迟没有找我联合同 进家门 不许谈工作了 好 来 抱抱抱 明明吧 上去吧 你能不能别说了 宋总 可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宋总 有访客 宋总 希克 贵干啊 作为你未来的合作方 我来询问一下 败匪的合作流程进度 毕竟梯台赛结束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来走动走动 也是应该的吧 合作倒是谈不上 公司考虑到 日暮图远是现象级大主播 存在大量的私人粉丝 涌入直播间 扰乱投票结果的可能 所以经过二次调查之后 才会考虑敲定合作 公司考虑 那我肯定是尊重的 只不过这个调查期 需要多久呢 马上就要召开 时尚产业峰会了 我的获奖作品 也会在会上展览 所以最近比较忙 你们暂且等通知吧 或者 其实你知道什么时候 调查会结束 毕竟是行业内的峰会 你有空 也可以去测测热闹 对不起 你可能根本进不去的 据我所知 好像只有正牌 尤尊 才拿到了邀请函 真是不巧了 我还有事 就不留你了 你这样 真的开心吗 我当然开心 能为难你 我为什么不开心 你的演技 还是一如既往 这么差 我开不开心 干你什么事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可以开始投票了 下面是三位评委的 投票环节 在投票前 三位评委 还有什么想要问的吗 我对中国的文化 非常喜欢 知道唐和宋 是两个很繁盛的朝代 而这结合乘租 有什么样的设计理念呢 唐朝的民风开放 审美多元 对于风鱼的女性形象 持有鼓励的态度 在现在天天叫让着 反对身材焦虑 偏要受制于 狭隘审美的时代里 以鼓为敬 是对当代女性 非常善意 且坚定的提醒 而宋朝在唐风之后 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宋朝有更多女性 可以去自由恋爱 有权提出离婚 可以从商出宫 也可以继承家产 她们自以潇洒 有更多的选择 是所有封建王朝里 女子地位 最高的一代 本次的秀服 是以宋秀的公义 结合圣唐的元素 是想兼顾 两朝的女性意识 见证所有女性 内心强大力量的觉醒 这与本次败匪 青石上所倡导的 自由女性的意识 不谋而合 相得益仗 谢谢 我一直觉得 中国文化很有魅力 听了你的话 我有了新的认识 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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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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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无星这次的设计 确实有着不错的利益 但是不得不说 造型的完成度 比宋氏最终呈现的作品 还是要差上许多 整体的时尚度被运动鞋破坏殆尽 在业内大小绣场 都不会出现运动鞋搭配时装这样的穿搭 这会让我们怀疑无星发展的设计副业 是不是还不够成熟 确实 除了高跟鞋 我们还选择了运动鞋来搭配 不过恰恰相反 为了合适的衣服 去选择合适的运动鞋 这才是这条设计线的降薪之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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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学上台课怎么办呢 姐姐看我干嘛 那就要麻烦你帮我刷个卡 都买点设计师款的鞋子了 食物 �지 说 relationship 庇 standing